雪中汗刀行,虽然有一小部分人诟病绿色绿镜,但是看了六集之后,这部剧还是非常贴近原著的。 张若元饰演的徐凤年开局比较特别,一出场就混成了一个乞丐,和车夫老黄行走六千里,在归回北梁的路上被西楚之人追杀,差点殒命,好在有张天爱饰演的南宫蒲舍出手相救。 后来他回归北梁,洗净之后的确是帅气十足,但他又经历了两次刺杀,实在是倒霉。 第二次刺杀是在紫金楼之内,被西楚皇帝见识的后人于又威刺杀,南宫蒲舍出手相救,第三次则是被林探花刺杀,他前面装作柔弱的样子,而到了王府还是如此。 后来在湖中掏出匕首,刺杀徐凤年,当然结局失败告终。 有趣的是他的同伴樊姑娘居然在此前刺杀徐凤年,被徐凤年身边的丫头青鸟给生擒了。 徐凤年也终于发掘了青鸟,是自己父亲安插在自己身边保护自己的人,事实上青鸟正是死士,而徐霄安插在徐凤年身边的高手远不止青鸟一个,包括徐凤年的母亲留下的两个死士, 一共有七个,这七个分别是谁呢? 首先是徐霄留的五个,分别是用天干来排序的,分别为甲乙丙丁雾,其中的乙丁在徐凤年游历天下的三年时间中,为了保护徐凤年死了,杀他们的自然都是徐霄的仇家,所以原著中只是提了一下,并未出现过。 之后就是丙和雾了,其中的丙不是别人,正是青鸟,而青鸟的身份并不简单,乃是抢先王秀的女儿。 而陈之鸟失成王秀,只是他杀了自己的师父,所以青鸟和陈之鸟算不上有什么同门之疑。 至于雾非常的神秘,原著中也没有出场,反而是雾的弟子虚出现保护徐凤年。 最为令人好奇的就是贾是谁了,按照原著的描述,贾其实比较晚才被发现的,他就是徐凤年的二姐徐卫雄。 当然,很多人可能很疑惑,徐霄让自己的女儿给自己儿子做死事。 当然不是,徐卫雄其实并非徐霄亲生,他的生父乃是昔日的西楚名将叶白魁,后来陈之鸟要杀徐凤年,他才暴露身份的。 至于徐凤年的母亲留下的两个死事更为特殊,其中一个就是红鼠了,剧中青鸟恢复丫鬟的身份,徐凤年不要他做死事,而红鼠这非常的吃醋。 不过,青鸟当时和红鼠的对话不难知道,这位的身份不简单,而事实上他的身份就是徐凤年母亲留下的死事而已。 还有一个徐凤年的母亲留下的死事,这位异常的神秘,因为原著到最后都没有揭晓其身份,但猜测就是徐霄的义子陈之鸟,徐霄曾经说过这个人的身份揭晓,就是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,也就是此人能够成为徐凤年最后的退路和后盾,而这个人思来想去也就只剩下陈之鸟了。 陈之鸟虽然看不上徐凤年,但是他一直想着给徐凤年的母亲无数报仇,最后更是一人一枪一马离开北梁,坐镇西蜀,不再和徐凤年争夺北梁的掌控权。 如果徐凤年守不住北梁他会守,如果徐凤年不能帮无数报仇他会去,如果徐凤年死在北莽,他就是北梁王。 徐凤年不死,他就是陈之鸟,徐凤年死了,他就是北梁王。 陈之鸟是徐凤年妈妈无数留的后手,去蜀是为了北梁,一旦北梁输了,西蜀可以救徐凤年,赢了可以夹击黎阳,可以说是救命之人。 所以说陈之鸟才是徐凤年的母亲留下的最后的死事,陈之鸟之恩图报,这就是他作为死事的觉悟。 所以说徐凤年的身边死事每一个都不凡,最为令人意外的是徐卫雄,而最神秘的则是陈之鸟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父神的这男生编剧羽络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arrying这种旅行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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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進行進行进行三运 Kay 座阳 视频的重力程是第一 Kaz abrir遇到前面中的谁能去估计 These two能够闻吗? 感谢观看